我們可以看到洪友宜其實基本上在她擔任這個市長的期間 她不斷的在放寬各種都根的容積率 而特別是每一項都根的容積放寬 其實都適用於她這一塊新莊的土地 所以她的這一個變換的手法 有沒有觸及這個公務人員利益迴避的紅線 這個洪友宜必須要出面說清楚 我們可以看到洪友宜昨天說 她說不具備都根的橋建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這個復興段的地號 它就是位在新莊的精華區的地帶 我們看到它附近是一個成熟已開發的區域 而它的對面就是新莊體育館 那甚至走路10分鐘就可以到達周邊的捷運站 其實這個是大家都非常喜歡的一個區域 甚至也是建商的兵家必爭之地 在這個已開發的區域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新莊區的復興段 在此時此刻就有三家不同的建商 有對於這個土地來申請 在我們新北市的都根處 要來申請要來做這個都根使用 也就是說在這個新莊的區域 25筆正在新辦的這樣的都根案裡面 就有三筆位在復興段 由此可見這跟侯友宜說的不一樣 狠狠地打臉侯友宜 這裡極具都根價值 這裡的開發的案子 這個價值也是不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就有三個案子 復興段的452帝號 復興段的436帝號 復興段的433帝號 你幼玉公司買地的錢是凱旋院的租金嗎 你出任副市長之後有沒有計劃性的再買地 我們要知道桃園以前就有一個副市長叫葉士文 因為列地草地被關起來 侯友宜你是不是第二個葉士文 第三 侯友宜你積極收購新莊精華地段的原因為何 是不是為了都根 如果不是都根那是什麼樣的理由 讓你購入如此高昂的地段 好 第四 為什麼侯伴聲稱那個土地不具有都根條件 剛剛我們已經狠狠地打臉了侯友宜 在這個區域裡面就至少有三筆的土地 已經在申請都市計劃變更 代表這裡非常的夯 所以侯友宜你怎麼可以說謊 好 第五 幼玉公司底下 還藏有多少的土地 多少的資產 我們希望侯友宜誠實交代 但是你有多個版 полностью 既狠真 prone 現在還是一定要壓定 害喔 你可想把是burgh 投資的主當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